我們到南邦來看公雞碗了 南邦火車站 這麼可愛喔 南邦是泰國最古老的木造結構建築之一 到我們的飯店了 哇 這個感覺很棒 飯店旁邊就是河井 準備來去坐馬車有沒有看到媽媽 我們現在從青麥出發 要一路到南邦 要105公里一個半小時 本來想去南邦吃龍眼麵 但是我們剛剛才吃飽 所以龍眼麵就跳過了 以後有機會再來吃 這裡是屬於南邦府了 到南邦了 我們到南邦來看公雞碗了 這個不是博物館 但是它也是所有的陶瓷器都有 這麼多你們看看 這個公雞碗有點重 這個怎麼帶回台灣 太誇張了 這個不行 我也不太確定這個是當地南邦做的 我聽說現在很多中國的傾銷 這個瓷器 他們南邦本地的做陶瓷的 燒陶瓷的都被打敗了 很重耶 超級可愛的 南邦火車站 這麼可愛喔 這個沒有草編的 主編草編的 我本來不怕有很多 在這裡買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這個好古老的 超有歷史的 都是木板門 你看 南邦育財學校 南邦是泰國最古老的木造結構建築之一 以及許多人公認是泰國北部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寺廟 還有讓遊客們搭乘馬車游覽景點的城市之一 這個是公立玉華學校 我幫你報案 有中文的喔 經濟辦事室 這邊啊 有幾個 你還要擺 南邦 看不清楚 你看 你看這裏都古色古校 喔 對 南邦 喔 南邦文化 這裏都是南邦文化 好美 我最喜歡南邦文化 南邦建築 兩邊都南邦 對對對 喔 在這裡 這裡是白雞橋 好 台北三小就有一個這個橋 喔 你不是老婆老人 公認卡 我們的賓館就在那旁邊 嗯 橋邊 喔 到了 到了 飯店了 到我們的飯店了 哇 這個感覺很棒 南邦風格 這個木造建築 哇 在河邊的喔 大哥他們兩大一小住樓上 喔 樓上的view真好 哇 哇 這個一個晚上850塊 在台灣哪裡住得到這種飯店 嗯 這樣 這個客廳這麼大 哇 哇 我們 飯店旁邊 就是河井 好 我出去看 然後給他 你看 這個景色 這個景色價值8500 對不對 然後 白雞橋就在前面 好美喔 很舒服 馬車來載我了嗎 哈哈 哈哈 大哥在啦 是 沒錯 準備來去坐馬車 有沒有看到媽媽 哈囉 你好 來 來來 你喔 有你 聽你過來 你也可以跟他坐啊 好 謝謝 謝謝 在南邦坐馬車 好像300株是10到15分鐘 那多100株的話 可以25分鐘到30分鐘 所以我決定多100株做400株的 好 順便拍一下 南邦埔 他 市區內的風景給各位好朋友 看看 既然都來到這裡了 對不對 對 人生第一次坐馬車 哇 天上有 有一點烏雲 可能人像會下雨嗎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坐 所以媽媽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好意思媽媽 辛苦你了 我們坐馬車就是飯店它有這種服務 你跟飯店說你要坐馬車 他就會幫你叫到飯店的門口 來載你 好 南邦埔一觀店 好 很漂亮 有助未停 房子好美 司機大哥 司機大哥 這個馬夫大哥 在敲的叮噹 就是像我們 開車按喇叭一樣 提醒開車的人 行人 有馬車來了 要注意一下 這個房子多美 很漂亮 我覺得南邦有很多 中文字 我會建議好朋友 如果有到南邦 可以體驗這個馬車之旅 坐馬車 既然都來到這裡了 很難得的經驗 等一下你在坐馬車喔 延紋 這什麼寺廟 有朋友知道嗎 可以告訴我嗎 這裡應該是市中心吧 南邦的市中心吧 好幾家大營樓 哇 都是賣黃金的 這麼厲害 這邊也是賣黃金的 哇 南方人很愛黃金 比清賣人還厲害 前面也是 你看 好多 大銀樓 全部都是在賣黃金的 這個應該是最市中心的 這有批發蔬菜的 你看 全部都是大銀樓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哇 這個是蔬菜批發的 這裡又是銀樓 這麼厲害 光是坐這個馬車就值得了 這是我們在台灣沒有的經驗 哇 前面有很多漂亮的馬車在這裡等 你看 這個都是漂亮的馬車 哇 好多媽媽 哦 在 媽媽在洗澡 哇 媽媽在吃草 哇 哇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再到南方來 我想 至少要住個兩三天 然後在這個城市 慢慢的探索 放空 我覺得 這個獨老的城市 真的讓我有一點莫名的感動 我喜歡南方的這種 怎麼講 它就是一個 小村莊 小虎 鄉下比較純樊的感覺 有一點寧靜 寧靜中 又有很深的文化體驗 推薦你們來哦 哦 圓啊 啊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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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高級住宅區嗎 哇這一棟好漂亮 哇 全部都是都棟的 快到飯店了 要跟媽媽再見了 謝謝你 辛苦你了 他還給我轉過來 OK 好多 謝謝 謝謝 很好的南方馬車之旅經驗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六點鐘 在南方的睡醒的第一個早上 看看民宿早上的河邊風光 我們來看看 好多鳥叫聲 前面是白雞橋 等一下我們去走走 哇天空 好多小鳥 這樣寧靜悠閒的早上 很舒服 很舒服 好多小鳥哦 有沒有聽到鳥叫聲 哇哇 去民宿外面的菜市場走一走 順便運動運動 昨天晚上吃了一元粥 吃了太飽了 昨天晚上很好吃 這間民宿我有推薦 我覺得隔壁效果不錯 隔壁效果不錯 隔壁效果不錯 民宿飯店外面的風景 哇這麼早 我有看到生人出來化園 那我住的這家飯店就在 河邊飯店就在白雞橋的旁邊 走上來不到100公尺 然後對面 橋的前面就是市場 我最喜歡逛市場 所以來到南邦 剛好有這個機會 當然也要逛逛市場 先拍一下白雞橋給各位好朋友 這是來南邦 必拍的地標 等一下我們到河邊走一走 南邦白橋是座落於南邦市中心 橫跨望河 由於整條橋由上了白色油漆 所以當地人稱之為白橋 白橋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空襲 經過三次修整 第一代的白橋在1893年 五四皇時代修建 慶祝五四皇登基滿25周年 親自市民的牧橋 當時白橋為120米 來自英國、美國、緬甸以及中國商人 到南邦輔金商交通往來變得更便利 我們的民宿就在前面 右上角 那個木屋的地方 再從橋下來拍白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哇 超美的 我現在在橋下的堤防邊 好美的公雞啊 你看這裡是公雞丸 超可愛的公雞丸 本來想買公雞丸 結果太重了 那個不行 那個帶回台灣會碎碎平安 對 橋另外這邊的這個古老的木造房子 讓我好有Fu 一定要拍下來給各位好朋友看 讓我們一起走白橋 這個真的很薩費底片 你看 那樹木貫穿房子的中間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梁 就是一個天台 上面還可以有釣椅 你看看多趣 好美喔 好了 就在橋頭 這裡就有市場 我們去逛一下 當地南方的市場 感染一下生活氣息 有很多生人 他們都很早就出來脫波畫園 這個都是給生人的 是不是我要來買這個 這是烤蛋 這樣拔丼 這麼早的烤肉 來買一個拔丼 好可怕 怎麼來買一個拔丼 什麼拔丼 3元 5元 3元 3元 5元 3元 5元 6元 10元 6元 那是什麼 OK 1元 1元 No, no, no 阿妮 我喜歡斑南葉的 它這個是三個五株 十個就是 十株就是有六個 都是現炸的 買來飯店 跟好朋友們一起share 阿妮 OK,OK 這個油條是我在泰國買過最便宜的 三個油條五株 這是甜點 昨天應該不要訂早餐的 應該來這裡 太多了 它這裡還有豆漿耶 有黑豆漿白豆漿 我看到油條就是 就是就沒有抵抗力了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蟹 這是和蟹嗎 就是用和蟹做的那種小點心 這是豬 這是豬頭皮吧 炸魚 超厲害的 嘗點兒 nav牛 焚鑼 ahr來 炸魚 軸 好像很高 說得 說得 的 我应该买个饭来跟师傅们结缘 OK 这样 OK吗 OK吗 OK 买 这是当地的肉松吧 是50 水果 香蕉 哇 龙公 这里有很多龙公 龙公果 1公斤25 我在去卖的市场后面 1公斤60 这里是卖猪肉的 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菜 这是歪头鱼 这个就是当地人的市场 不是观光客的路线 这个市场很大 厉害的 这个一个25 我是不是要买两个回去 OK 来买两个这个 安妮 好吗 安妮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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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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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便宜的物價 你可不可以 謝謝 這是改 雞肉 太好逛了 一個台灣來的歐巴桑竟然可以 在南方的市場一直買一直買 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甜甜的物價 超級開心的 炸豬皮 好了 再去買一份油條 開心的市場之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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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